好,我們先回答George的問題 他想問一隻油股,857 他說現在可否買作貴度性的持有呢? 我想他想持有一季 如果你持有很短線的,857就很忠誠 因為單季會否跌得多? 的確不會的 但是一季也未必有機會升太多 因為這些油股 其實用一些價值股角度是合理的 你用來收息 現在都是五、六倍市盈率 是油價,未來即使回落 怎樣回都好 這些油公司都有一個很穩定的盈利能力 甚至未來可能在下游的業務 在煉油業務上隨著油價回落 未來會有機會往後轉 是有這些想法在 但是這些想法不會導致股價很短時間內升很多 所以如果你說什麼貴度持有 或者說得偏 我們其實怎樣都叫短線 總之你只持有半年以內 我覺得你跟著技術走勢 短線站在三個四樓上 你可以繼續向上望 隨著記住 永遠都是在股價上扣出來 你真的持有長線 才能夠享受到高股息 實際狀況 而這些股價 老實說是長線投資 比較大機會是些什麼 多數都是 有什麼叫眨息蝕價 但是主要拿來收息位置 可能持有很久很久 都仍然是三個幾這些位置 但是當然每年能夠派到八厘了的股息 給你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中石油這些你比較適合做長線投資 如果你看得很短線的話 三個四不穿的 就看三個六這些位置 純粹博技術反彈 沒有說不行的 所以分清楚自己是短線還是長線 如果純粹在一個季度偏短線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的 三個四做指示